哇,看完之後一片好評,尤其是好評的熱度 好像有一種突破影迷的同溫層 就是我突然發現,我身邊不討論電影的人 也開始在討論這部電影的時候 這對台片來說其實是比什麼都來的重要的一件事 賈巴尾,我是雀 在返校之後,2019年底,台灣又出了一部 討論度非常高的國片,叫做《陽光普照》 而且令人驚訝的是陽光普照 它其實不是台灣觀眾對於或習慣 喜歡進電影院欣賞的動作片或恐怖片型 它是一部看起來非常尋常的家庭片 也是鍾夢宏導演自《醫生停車》 第四章話《詩文》跟《一路順風以來》的 第六部長片作品 最重要的其實是《陽光普照》 它也是導演至今在市場跟評價上 算是大獲全勝的一部電影 究竟這部電影的成功要素在哪裡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演員、角色、觀眾 跟導演的因素來做簡單的分析 《陽光普照》描述的是一個教練 他有兩個兒子 老大是資優生 老二是魯蛇 本來這位爸爸是非常偏心的爸爸 但是後來他小兒子跟大兒子陸續出事了 然後他整個人生觀 算是崩毀,然後奏變了 這部電影入圍了第56屆金馬獎 一共11個項目 《陽光普照》其中五個獎 就是都落在演員上面 就是入圍者、陳以文、吳建合入圍的男主角 柯淑琴入圍女主角 溫甄霖入圍女配角 劉冠婷入圍男配角 根本上就是演員算是大滿貫的一個入圍的狀態 那吳建合跟柯淑琴以前得過金鐘獎 然後台灣觀眾也非常熟悉他們 算是演技派的 劉冠婷跟許光漢還有溫甄霖頂得非常高的顏值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是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演員 再看之下有人會覺得說 陽光普照的好身世是來自於這些演技派 或者是明星演員的陣容撐起來的 不過演技派的明星其實跟陽光普照來說 其實比較像是看前的誘因 因為如果你看過電影本身你就會發現 演員頂多就是引發觀眾有一點點想進去看片而已 那如果沒有導演中導長雄 他攝影的花明來去捕捉這個觀眾 可能觀眾也沒辦法看到說 其實這邊電影裡面的那些 狼角鮮明的很多的 尤其是男性的角色 很完美的被演繹出來 而且進一步觀眾還會真正愛上陽光普照 這兩個男主角 除了陳怡文跟吳建合雙雙入圍影帝項目之外 他們演的其實是一對溝通不良 明明住在一起卻形容陌生人的父子 很多觀眾看完都會覺得 啊!我爸就是這樣 那個在家裡不苟言笑 出口或者是出手 永遠都會割傷人心的父親角色 很輕易引起了台灣觀眾的共鳴 陳怡文他飾演的爸爸 其實就是陽光普照整個核心命題 他最讓觀眾寄予矛盾情感的一個男主角 因為他一出場就是一個手持花羊傘 然後夾著男用背包 形象很特立 然後樣貌也非常接地氣 加上陳怡文 大家其實都很認識這個導演跟演員 他嘴臉就是一副得理不勞人的樣子 一開場就一邊挖苦考了第六次駕照的學員 一邊他接到電話說 他不成才兒子又搞事了 然後還要上家事法庭 他就覺得很不耐煩 兩邊都讓他超級不耐煩 可是這個爸爸原生還有一個美好的角落在救贖他 就是他一想到他大兒子 現在正在重考準備要去當醫生 他就覺得他人生還有一點點美好 所以他也只遇到他大兒子的時候 他才會語氣比較慈善 甚至他願意擺盲抽空 去幫兒子付補習費他都甘願耶 那父母對小孩子的巨大期望跟失望 會對小孩子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其實這個就是整個陽光普照的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因為陳怡文他飾演的爸爸 基本上就是一個對小孩子好惡分明 然後偏心也非常嚴重的 就是他一方面對大兒子過分的珍視 然後一方面對二兒子過分的忽視 都讓這兩個小孩長大之後 竟然都走偏了 一個兒子找不到地方躲 另外一個兒子就是亂跑亂撞 然後後來就闖禍了 然後這個爸爸突然後才意識到說 他可能會失去一切 可是他錯了嗎 他這輩子明明就是幫家庭跟孩子付出的青春金錢跟一切 可是家人都不知道感激耶 有沒有我上次有說去旅雪峰那支影片看 就是這種典型的父母他們付出的一切 小孩子卻永遠都討厭你 啊這情何以堪啊 那一方面呢 陳怡文他老婆會抱怨說 啊自己不關心兒子 然後他就算自己想要跟孩子談心 好像也都得不到一個出口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總之這個全世界都不懂他的男人 其實他心裡是覺得無計可施 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滿滿的愛 然後對小孩子巨大的期望跟失望 好像看起來人之常情的東西 竟然會成為壓考小孩子的一個元兇 那如果不是陳怡文用很精準完美的演繹 這個很可憐又很可悲的爸爸的角色 觀眾其實不會突然發現說 啊原來那個看起來永遠在家裡垮著臉 然後沒表情沒鬥勁的那個討厭的台灣爸爸 其實內心波濤洶湧啊 給愛給的那麼粗濁 其實也是又可愛的地方這樣 所以觀眾也會因為看到陳怡文就開始覺得說 啊我以前習慣對爸爸鐵了心 硬著對幹的那份討厭的東西 是不是其實傷害了他爸爸 啊突然之間對爸爸都生出了那種 側隱之心跟愧疚之心 好像真的光用一部陽光普照 哇竟然就可以洗掉了台灣父親 對家人一輩子那種任性把握的負面觀感 有沒有很神奇 magic 總之呢 爸爸被洗白成為犧牲奉獻的賣命形象 也算是陽光普照最具魔幻吸引力的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在看整個陽光普照的時候 其實攝影真的很美 但是呢 導演其實同時之間是在闡述一種 死亡美學的溫柔的一個表現 你去從許光漢飾演的這個大兒子的角色 你就可以去看到 他是一個備受期待的基幽谷 從小到大都照著社會 還有家庭的期待走在最前面 但從還沒有發現這個幽等生 其實已經染上了憂鬱症 許光漢他自己說 接演陽光普照的時候 劇主給了一本小說加原則生寫的書 就是《寂寞的遊戲》 所以裡面司馬光沒有暗處可以躲的故事是來自那邊 許光漢他自己的形容跟解讀 是覺得 這是一個對自身靈魂感到懷疑的角色 嗨 謝謝看電影人你們好 劇主開來前有給我一本書 這是原則生寫的 那本書叫做《寂寞的遊戲》 司馬光的故事其實就是出自於原則生的那本書 所以原則生寫的一個故事 然後我覺得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反映他的心理狀態 他可能在藉由這個故事去投射出他對自我 跟他自己靈魂的一些懷疑 我覺得他在這個故事是講的 然後其實我看完這整本書 然後我大概知道他的狀態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搭配著劇本看 然後試著慢慢這樣一點一點做無課這樣 沒關係 到時候不用準備的人生來就好 他這樣跟你講導演自己說不用準備來就好 就很可愛 身為許光你自己怎麼看待陳建豪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是一個默默溫暖的一個人 對每一個人都很善良 然後對每一個人都很溫暖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不知道該怎麼對自己 就好像人都應該要有光明面跟黑暗面 這才叫做一個人啦 就是我覺得你必須要有這兩面 你才可以互相調節 然後你才可以自我成長 甚至自我修復 但是 阿豪可能找不到他的陰暗面 他的光明面太多了 那我覺得其實哪一面太多 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 因為 他可能在找尋他自己的黑暗面的時候 他迷失了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找不到你的陰暗面 其實你會活得不踏實 那你的靈魂就會很飄 你的心就會很容易被帶著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不踏實 他可能在尋求一個踏實感 但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 靈魂很輕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迅速的墜落 後來原作作者原則生自殺了 那戲裡面的這個哥哥 有一點像是呼應戲外的文壇才子的真實人生 另外一方面 其實也跟鍾孟宏導演的第一部 紀錄長片 醫生有一種遙遙的對望關係喔 鍾孟宏導演在電影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會有人死掉 像醫生裡面的那個死前的一個紀錄 還有停車裡面留下來 就是留下一個家中老小的獨子 他後來也走了 第四章話裡面那個缺席死掉的父親 失魂裡面就是你死我活的父子 就連一路順風 那都自己在那邊路邊都會遇到一個葬禮 其實鍾孟宏導演不太會去解釋說 一個人為什麼要死 通常他不會給他很多理由 反正人就是會死 但反而是因為一個人的死 會讓觀眾對於故事產生後續的懸念 是導演比較有興趣去鋪陳的地方 然後導演也都把他拍得特別的迷人 所以不論是對誰的自私死地 又是對誰的而後生 總之鍾孟宏導演那種絕衷若輕的處理 都能傳達出某種算是雲淡鳳欣的詭異詩意的美學 這部電影還有一個在金馬獎入圍11項很典型的 我們可以去分析說為什麼可以入圍11項 其實就是中國因素 當然觀眾進步等一下也可以好好聊一聊 鍾孟宏導演也像是金馬獎入圍的常識軍 他第一部停車就已經入圍4項 後來第四章話入圍7項 詩文入圍5項 伊都順豐入圍到他之前最高人生紀錄8項 可是後來大家都知道伊都順豐其實成績 就是入圍成績很好,得獎成績並不好 朱孟宏導演痛定時同學說 他這幾年不要認真拍廣告 認真的拍電影 所以《陽光普照》算是 來到了他人生最高紀錄 一共入圍11項金馬獎的紀錄 所以我覺得是入圍這麼多項實至名歸 但是不可會言的其實是 如果今年沒有中國因素的攪局 就是中國大陸影人不能參加金馬獎的限定出現的話 如果今天真的有錄片來參加金馬獎競賽 《陽光普照》或許應該還是周孟宏導演生涯至今 入圍金馬項目最多的一部電影 可是我覺得再怎麼樣 可能至少一定會少掉一兩個 入圍像是跑不掉 這件事其實也無傷大雅啦 更值得高興其實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台灣觀眾在觀影的取向上面 得到一個很長足的進步的幅度 這應該也是因為 因為拜11月的金馬獎記讓入圍11項的陽光普照 在11月1號上映之後 影迷突然有一個 你知道金馬獎是11月7號嗎? 開始 那11月1號金馬獎還沒開始 但是有一批影迷已經蠢蠢欲動 他想說你入圍了金馬獎 我要趕快去看 所以剛好就可以去看剛上映的陽光普照 哇!看完之後一片的好評 尤其是好評的熱度 好像有一種突破影迷的同溫層 就是我突然發現說我身邊不討論電影的人 也開始在討論這部電影的時候 這對台片來說其實是比什麼都來個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在台灣的影壇跟電影圈裡面 其實你就會知道說 一部電影要叫好叫做其實很難 那2019的台灣影壇又非常戲劇化 上半年其實沒有什麼很好值得一提的 就是打很棒的爆款的台灣電影 可是下半年高能的商業片跟藝術片都啟發了 令人感到欣慰 那如果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陳以文 就這部片的爸爸 他自己曾經有說過 他覺得自己能不能得獎其實是起次 他覺得他更在乎的是陽光普照 上映之後觀眾的反應怎麼樣 他說如果我都已經真心覺得 陽光普照是一部很棒的電影了 可是我會很忐忑說觀眾到底會不會喜歡 如果觀眾他還是不喜歡 那觀眾代表的其實是市場的票房 沒有一個很有力的支撐 他其實很擔心台灣電影接下來的處境 可能是很嚴峻的 那我覺得陽光普照應該 就過了那個他擔心的那件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目前台灣或許還拍不出像今年一連 得到坎成跟威尼斯大獎的 《近山上流》跟《小丑》的那樣子的電影 同樣都是描述低端小人物的悲劇的那種批判片 在台灣目前或許地有未待 但如果觀眾他也能懂得欣賞 《陽光普照》這樣的家庭片的好 而且其實他也是一個藝術水準很高的電影 那我覺得想必要等到台灣導演 都能拍出商業片跟藝術價值片 等量期觀的一天 其實我覺得是指日可待的耶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好好介紹 沒有意外的話會是今年金馬獎的最佳影片得主 《陽光普照》 他現在還在電影院上映 金馬演影展跟金馬獎棋也正在跑 我們就給他一個樂觀的期待囉 我是雀,我們下次見